I said quiet 我的天呐 白法师和黑法师打起来了 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夹带冲结两年不是人呐 要我说36G走为上色 我们还是先跑吧 保住小命要紧 哈喽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这里是Mews 今天呢我们继续带着公主齐奥科前去冒险 不知道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难题 远处正对着我们 最下面的一个房间 不是我们开始的监狱吗 难道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新的东西吗 哇一个小法师在修复里面的大鸟骨架 哎他发现我们了 你好啊 大厦手又来帮我们了 干得漂亮啊 哎有叶纸飘过来了 难道里面会记录什么东西吗 好像是一个炼丹的流程图啊 飞龙土气混合了什么液体 生成了一种绿色的气体 然后在一个矿石的作用下产生了什么东西 最后经过一个羽毛 其他部分被撕掉了 看来这是一个关键的线索 我们需要在游戏中收集剩下的部分 那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呢 旁边的这间是不是武器库啊 我们进去看一看 这里面有好多武器啊 不过好像都没法用了 倒像是一堆破铜烂铁 有一只黑猫 哎对了 这不是我们第二期从对面走过去的吗 小猫咪跑到盔甲上面了 我们怎么才能让它下来呢 好像够不到 跳起来也够不到 旁边倒是有一个衣柜 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吗 随便翻一翻 都是一些没有用的衣服啊 怎么里面还有一个铁球 这是铁球还是炮弹呢 进动了大触手 哦忘记它在下面了 它正在对我们说no 偏步 哎我们就是要搞啊 你快点上来帮我们吧 哦 弯弯了 难道它要来报复我们了 这下该怎么办呢 镜头又给到了无师 他正在奋笔集书 啊快考试了 正在努力复习中 一听到那么大的噪声 火就上来了 感觉不妙呀 等会它会会过来呀 这可怎么办呢 哎后面这个桶是之前就有的吗 不对吧 是不是震动太大了 从上面掉下来一个 用这个桶应该能勾到小猫咪吧 我们把它推到盔甲下面 然后尝试一下 哇猛的一推就过来了 按照尝试来看 桶应该还会回来的 因为地面非常光滑呀 而且有一定的坡度 它不是水平的地面 需要先把桶立起来 力气真的挺大的 这个桶少说也得有时间重啊 好我们尝试爬上去 呦还是够不到啊 哎哎哎 抱住了头盔掉了下来啊 哇这这这这 头先着地啊 想吗 不想 哎不想就不是个好头啊 画面又给到了两只正在打牌的小妖怪 排线放着不许偷看 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转头就把牌掀起来了 哎这里的游戏细节真是太棒了 而且把小妖怪的性格刻画的火灵火线 这时候我们小公主该怎么办呢 像电影里一样我们躲进柜子里面 和他们玩一局躲猫猫 小妖怪便没有走进来 还等着上去打牌呢 哎四张牌玩的有可能是水鱼啊 也就是大比大 小比小 小猫们已经跑掉了 我们现在还能翻衣柜吗 好像是不能了 啊明明里面还有衣服 就是翻不出来 那我们就只能走了 去其他地方看一看 不过这个武器库的剧情 应该和小猫有关系吧 不知道它会跑到哪里去 城墙上竟然多了一个小妖怪 我们再去旁边的房间里 这里有很多的肉 还有酒 应该是厨房 还有一个醉酒的小妖怪 躺在地上 正在发酒疯了 酒堂上有些小东西 我们是不是可以拿走呢 哇 这瓶应该是胡椒粉 小公主打了一个喷嚏 但是最久的小妖怪 并没有注意到我们 只鸡屁股怎么还有一根毛呢 这都可以拿走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过去啊 但是小妖怪正挡住我们的路 从口袋里拿点东西 整一整这个小妖怪 我们就用这只鸡毛 给它的脚板挠痒痒 还是有效果的 它往后退了 扔掉了酒杯 然后睡着了 我们把它的酒杯捡起来啊 旁边还有一双靴子 哦 刚刚没有注意到 里面好像还有一只小妖怪 小心一点 我们小心翼翼地掀开看看 哇 这么多的小老鼠啊 太恶心了 一群小老鼠在这里偷吃呢 我还以为里面是一个小妖怪 110当吓唬吓唬他们 小老鼠在这里挡着 我们拿不到里面的东西啊 那只能先出去找找其他办法了 不过在厨房里 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新的道具啊 拿到了羽毛 胡椒粉 一双靴子和一个酒杯 现在我们进入大门里 看看这里会有什么东西 一条幽暗的走廊 通向了一个大门 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东西 我们先进去看看 哎 怎么天上降下了一个人 看样子是个魔法师 给我们变出了城堡 很多糖果 还有玩具熊 怎么感觉不对劲啊 有点像是个陷阱 我们过去试一试 哇 它头上怎么多出个眼睛 哇 你是蜥蜴吗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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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该怎么办呢 我们上当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好像可以用道具 还没来得及就被它吞下去了 看来我们需要用堆道具 才能解开这个关卡 我怀疑是想让我们用胡椒粉来喷它 我们按照刚刚的流程再试一次啊 一想到它刚才的蜥蜴眼睛 还有它嘴巴顶到帽子里 就感到细思极恐啊 刚刚没有注意到 它是从它的口来里变出这些东西的 有点像百宝箱啊 第一次是被骗过去的 这次我们就故意过去 将计就计啊 都会拿胡椒粉撒它一脸 臭蜥蜴你过来呀 靠近点 再靠近点 可以了 我们赶紧用胡椒粉 哇 你这绿绿的什么东西啊 太恶心了吧 你怎么还吸回去了 我的天呐 白法师和黑法师打起来了 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加在终结两年不是人呐 要我说36G走为上次 我们还是先跑吧 保住小命要紧 还在打吗 你们要打多久啊 我们先去其他地方吧 城墙上有一间屋子 我们进去看一看 这间屋子是做什么的呢 墓地板上有很多的洞 还有几桶黑乎乎的液体 我们过去看一看 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或许能用我们的酒杯盛出来点 小公主上去查看一下 并没有看出什么门道 不过墙上贴着两张纸啊 似乎可以查看一下 下面的不就是我们要收集的那张纸啊 原来羽毛上面是一只公鸡 最后提炼除一滴液体 这不是炼灯啊 是在炼魔法药水 好的拿走了 放进口袋里了 我们用马克杯尝试一下 能不能收集一些液体 说不定这个液体 是以后提炼魔法药水的原材料 先打一杯带走啊 哎 我杯子呢 坏了 杯子掉进去了 然后小公主爬上去了 这里太危险了 大家不要模仿 最后小公主也掉进去了 看来这些液体并不能收集起来啊 我们的道具里只有这一个容器 这些液体有可能是有其他的用途 不过这个窗户倒是可以探出去看看 我们先看看后面的大门吧 好像上锁了 我们打不开 我们只能看看窗户外面有什么 正好角落里有一个木桶 依靠这个木桶可以爬到窗户上 所以外面到底有什么呢 哦 我看到杆子上有我们的隐形虫单 看样子我们可以拿回来啊 不过感觉有点危险啊 万一掉下去可怎么办呢 我们先尝试一下吧 贴纸墙慢慢往前移动 这不算是最危险的 最危险的要所爬杆子 我们的小公主还真敢啊 哇哦 吓我一跳啊 我以为要掉下去了呢 看来我们要够到了 哎 好端端的怎么突然来了一阵风 把隐形床单吹走了 飞到了屋檐上面 我们赶紧回去啊 只要我们爬回去就能够到了 我好像上不去了 这还来了一只乌鸦 去去去 这下该怎么办呢 猫咪准备好要抓乌鸦 赶走了乌鸦 它又飞到了旁边的杆子上 我好像明白点了什么 应该是让乌鸦飞到我们的杆子上面 然后猫咪扑下来 有可能能帮我们上去啊 我们远离一下墙壁 给这只乌鸦腾出一点空间 它就吃树上的小红果了 所以猫咪要做点什么呢 哇 它直接扑了下来 正好钻进了隐形床单里 它没有抓住乌鸦 反倒是抓住了自己 哎 不过把墙壁踩掉了一块 这个缺口应该能让我们回去啊 可怜的小猫咪 最终还是被小妖怪抓住了 我们快点上去吧 这里太危险了 不过里面有小妖怪 我们该怎么出去呢 先瞧眯眯的偷看一眼里面的情况 一只小妖怪坐在木桶上 另一只带着隐形床单进里面了 小猫是不是在木桶里啊 我们可以向小妖怪吐舌头 哟 来抓我呀 哎 我在这 你再来抓我呀 抓不到吧 我在这 哎 你还是抓不到 哎 因为我又在这 哦 小猫自己转出来了 把小妖怪吓后退 从洞里掉出去了 它正在围着我们转呢 所以它要跟着我们一起走吗 嗯 怎么还是跑了 我们去厨房 看它会不会帮我们清理一下老鼠 哎 那俩法师怎么还在打呀 你们要打到什么时候呢 啊 这间屋子不叫厨房啊 原来是一间储藏室 所以这个铃铛是干什么用的呢 不会是叫猫的用处吧 我们再拉一下试试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哎 不对 小猫过来了 它来了 哦 原来是这个用处啊 现在没有老鼠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拿东西了 啊 果然呢 不过只有一根胡萝卜吗 这有什么用处啊 储藏室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了 我们出去再看看其他地方吧